民国79年有一架载着18名将军的专机 坠毁在嘉义的一处农地 机上人员全数淋滥 成为国军历年来最惨重的伤亡记录 巧了是事发起 这些将军曾经服务过的台东制航基地 才挖出了球掌石棺 还因此死了7名官兵 机上3名将领的名字 最后一次合起来叫做县中原 而逝世的这一天就是中原军 民国79年8月21号 这天刚好是农历中原节 原本冷清的机场一早却异常忙碌 因为塔台接获通知 一架空军B1900行政专机 载满国军作战精英要飞往嘉义 机上指挥官少将副参谋长 林荣宪将军 是当时空军最耀眼的明日之星 林荣宪将军都是我们 在空军里面很有名的 他当过雷虎小组的领队 我们非常尊敬他的一个将军 专机一开始都很正常 在接近嘉义上空 开始下大雨 能见度低 飞机无法降落 塔台通知驾驶航线待命 结果遇到了不稳定气流 飞机不断的剧烈摇晃 上午7点58分 消失在雷达营物上 当时空军的预输机 上午7点钟顺利的 从宋山机场起飞 前往嘉义执行勘察任务 飞机上有三名将军 以及一堆的校级军官 起飞时候天气其实跟膝带差不多 还蛮好的 万万没想到 一个小时不到飞机就出事了 当时在嘉义空军机场里面 很多人都在等 这个长官要来看 要准备给他做简报 一直问塔台说飞机在哪里 飞机在哪里 可是塔台后来也失去了 这个飞机的位置 飞机也四年了 其实他就是出事了 由于飞机曾经在村庄上后盘旋 研判驾驶在发现机械故障后 尝试控制飞机 急着寻找降落点 同时避开民宅 最后失数最毁在云林县东市乡 城海村的甘蔗园中 机上18名将士全部罹难 震惊全国 攻击之后 并为18位罹难人员覆盖国籍 对他们因功殉职 表达崇高的敬意 坠机事件后 地主黄东善心捐地 军方在出事地点盖了纪念碑 地主也盖了一座十八将军忠烈祠 这时很多传说也开始流传 一个玲珑县 一个副大园 一个林建宗 这三个人的名字 刚好有一个叫县 一个叫中 一个叫园 他们有发现 他们三个人的名字 加起来叫县中园 刚好发生在中园 这一天 最近时间就在鬼月 又有县中园的巧合 加上地主捐地盖庙 后来地主的儿子念到博士 女儿做生意最大前 家喻分通 当时又流行六合彩 很多人到此求名牌 据说相当灵验 还因此上了报纸版面 乡业传奇越传越多 传说就在十八将士 坠机事件前 台东制航基地 才挖到神秘的酋长石棺 这两起事件有什么关系 飞机出事在嘉义 挖到石棺在台东 原本应该是八杆子打不着 然而最近罹难的三名少将 林隆县 名剑中 两个就是制航基地 前后任的连队长 曹教一则是挖出石棺的 工兵单位副署长 三人出事前 还经常到台东的工地巡视 而且很巧跟我挖到石棺 真的 真的就是有关联 你胆子再大 你不得不去联想 你不得不去联想 为什么所有的大事 都集中在那一段时间 原来制航基地当时 正在挖掘飞机坑道 有一天挖到了一大片 平整的石头 挖开一看不得了 竟然是石棺 在他们的那个火木里面 都会下毒咒 他们不希望后面的人去破坏 偏偏就是这么巧 部队在挖到石棺后 原本施工顺利的工地 连续一个心情接连出事 先是推土机 莫名碾过一名士兵 接着一辆军卡 突然在工地翻覆 驾驶当场死亡 指挥官还在忙着 为工地意外善后的同时 到了晚上 一场磅礴大雨 更把部队所有人吓坏了 当天有四个小兵 他们晚上到山上 那个小杂货店 去喝酒 山上那个大水冲下来的时候 把他们一带 就直接带到外海去 带出去 他们都吓到了 回来报告 天也黑 那个雨吓非常大 根本就无从救济 事情还没完 第二天军方动员 果然发现四具浮尸 一名班长忍不住下海 要捞回弟兄的遗体 游到一半 又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知被什么东西缠住 往下拉 就这样溺水死亡 工地连续三起事故 死了七名军人 这时传言四起 认为是挖到酋长石棺 激怒祖林 没人敢施工 眼看部队就要失控 部队人心惶惶 祖林被激怒 指挥官被逼得祭出 军旗平息暴动 广告回来带你了解 我指挥部的很多警官都跟我建议 把指挥官 我们肯定要祭军旗 要拜祭 把祭军旗 然后最好是请 从外面请那个塞工 斩那个工鸡的那个鸡头 把那个鸡血 把整个指挥部四周的水果 给它这样撒一周 说也奇怪 祭军旗仪式才完成 工地总算没在出事 也稳定了军心 结果挖到石冠的 制航基地前任连队长宁建中 被军方位以重任 正在执行嘉义的建安四号工程 没想到和挖到石冠的基地 相关联的三名将军 恰巧在同一架专机出事 这一切巧合得太诡异了 从酋长石冠的连续意外事件 到专机失事 带走18名将士英灵 一连串因缘巧合 成为流传至今的 乡野传奇故事 而18将军词 也成了庇佑当地民众 子弟的守护神 我们从真实的故事中 渐网之来 记取人生经验 我是洪书芬 台湾打搜索 下次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